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对于本来不懂得恩赐运作的人 听诗歌亦都不会让他们懂得恩赐运作 他需要师父教导他 并且知道恩赐运作的基本原理之后 加上杀种才可以 而对于懂得恩赐运作的人 石岸剑就可以令他们躍进 以及帮助他们于每一次事奉之前进入状态 因此于各种的事奉之前 亦都应该听石岸剑 去提升状态和调节内心 让自己的机能增益 甚至能够精益求精 原因 带着正确的心态去事奉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亦都因此石岸剑是一个宝物 导致弟兄姊妹于不在意底下 亦都以好的心态去行真理 因此 约进自然就会更加快速 甚至乎 当外邦人士听完石岸剑之后 他们都会带着好的心态 如来交谈 所以石岸剑可以帮助我们亲近神 敬拜神 与神相交 甚至是行真理 对于初信而言 他们未懂得调节心态去亲近神 但是石岸剑就可以于不经意下 帮助这班初信去调节心态 问题二 又说牧师 究竟怎样才可以提升大家 寒龙和御龙的能力呢? 答案是 当没有石岸剑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上平凡的方法去跃进 就是于重复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每次都想着会改善改动小许 于形态上 意念上 改进上 每次都不断改正 改变和突破 然而石岸剑却是出类不遂 当中的屠龙见证 更加是千变万化 既然 我们会于屠龙行动当中 将石岸剑送给知音人 这样 我们可以于事前 以石岸剑听诗歌 这样 我们就可以好像因此运作地提醒自己 可以用什么方法屠龙 而当有着石岸剑配上石岸新歌 就能够让我们得着灵感 原因 控制我们得着灵感的 往往是理智的暂门 人的理智 往往会拦住了圣灵对你说的声音 或者是灵感 然而 最轻松 理智最放松的时候 很多的意念就会排队涌入你 其中一个得着灵感的方式 就是诗歌 因为当你听诗歌的时候 理智就不会因着太抗衡 或者保护自己 而作出干预 所以 用家一边听诗歌 一边接受 是最有效的方法 然而 在这个时候 不要单单只是接收印刺运作的讯息 更加可以接收一些新的做法 新策略 新智慧 这样 当你以石岸剑屠龙的时候 慢慢就会发觉 神的智慧会临到你 事实上 石岸剑是一件武器 去让我们更加容易印刺运作 原因 石岸剑可以打开我们理智的杂 让精灵的声音和灵感能够进来 所以 当我们冲凉或者是差不多睡觉的时候 就最放松 所以就最多灵感 然而 石岸剑则是能够让你在任何的时间 亦都能够有着同样的效能 可以得着源源不绝的灵感 原因 甚至外邦人 当他们听石岸剑的时候 他们都会感到放松 圣灵亦都能够与他们沟通 就是当配备石岸剑的时候 可以轻易将人的属云和属灵 都处于一个优良的平衡状态 令到属灵的声音不单只能够进来 同样 云亦都记起了这些声音和说话 原因 从第一首石岸剑歌的创作之初 已经着重歌曲的灵、云、体各部份 相应地作出处理 所以 当石岸剑歌能够发挥最大威力的时候 灵与云都是置于一个最适合的情况 反过来说 非洲一些的土主不断打鼓 就是为了让他们的灵与云被毁灭 因而可以让他们被邪灵附身 所以 因此运作就是让圣灵的声音进来 而同时间 你的魂亦都可以捕捉到圣灵的声音 并且用最清晰和最准确的字眼说出来 因此 一定要灵与云都保持着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 才能够做到 而石岸剑就能够让你的灵与云保持平衡 所以因此运作可以更加轻易突破 亦都因此 假如屠龙之前用上石岸剑 你亦都可以接受到众多的屠龙方法 这个星期 又华牧师继续分享 《万物定理派》答文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